这些菩萨的功德是什么样呢 今天讲无碍智慧 善知众生 往来所取 这些菩萨们完全知道 用无碍的智慧 我们现在的智慧是有碍的 有诸碍的 可能知道这个 不知道那个 但菩萨的智慧 无有任何障碍的智慧 善巧了知众生的相续 众生的前世 后世 包括他现在所感受的痛苦和快乐等等 一切的一切 还有他也知道这些众生在轮回当中 来来往往的整个情况 有些众生可能地狱当中 直接转生到饿鬼 旁生 来到了人间 有些众生从天界当中 来到了人间 那么人间的这些众生 将来有些是多善恶道的 有些是去山山去 有些可能获得了涅槃等等 所以菩萨是完全了知 众生的整个生死过程 可是我们凡夫人确实不知道 知道这个 比如说我们今天 在这个课堂上的这些人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人以前是从哪里来的 以后是去到什么地方的 再加上这个人的习气 他的爱好 他的所有一切的一切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样的话 可能今天痛苦的时候 自己抱怨自己 我为什么那么苦啊 今天快乐的时候 啊 我为什么今天这么快乐啊 包括我们短暂的世界当中 苦乐的这种情绪 我们完全不知道 而菩萨是限量了知的 非菩萨的有一些智者 不是限量了知 但是必量了知 我们知道这个人的情绪很糟糕 应该是要么即生当中 得了什么病 要么前世有一些 遇留的一些习气在他身上 哇 这个人弘法利生的事业 非常广大 通过鼻梁也是知道 他是前生今世的一些过程 所以菩萨是完全知道 众生轮回的流转情况 好 然后就是说 具足三昧金屋等等 因为这些菩萨 他具足三摩顶 禅顶 那这个禅顶跟屋等等 佛陀无有论比的 那接近欲 或者是跟佛陀的禅顶 三摩顶 基本上是相同的 我们《维墓皆经》当中也是讲 说是 金屋等等 佛自在智慧 得佛自在智慧 菩萨的这种灯池 实际上是佛自在的智慧 也几乎都是相等的 九种善根 得佛自在智慧 那么这些菩萨 他不是短暂的一个种植善根 不是一生一世 也不是像声闻缘觉一样的 什么七个戒 或者一百个戒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好多二生七戒 无数的戒当中他种着善根 因为菩萨的一些无碍智慧 确实不是短短的时间当中积累的 应该是 比如说某个菩萨 他对整个善法的了知也好 或者积累三法方面 很多是这种积累 所以我们有时候 遇到一些菩萨和这些 平常也是说 他就是菩萨 他就是佛 那我们怎么能比得上呢 我这个凡夫众生 具有一切受佛的凡夫众生 我相续业力深重 这个菩萨是没办法比的 没得比的 所以根本没办法相比的 那么他也会基本上 得到了佛的智慧 佛自在的智慧 对一切所知 一切万法 通小无碍的 自在的智慧 佛陀 菩萨他会具足这些功德 佛陀的这些功德 或者智慧到底是什么样呢 具足实力 四五位十八不共法 他呢 我们平时讲到的 佛的这种 实力 四五位 十八不共法吧 其实这是很多的 大乘经论当中 都讲得比较多 包括弥勒无论 还有智慧如门等等 这些里面都讲得比较多一点 有一个汉地翻译的 叫做《大乘义证》 《大乘义证》当中 也引用了很多 包括比如说《狼切经》 还有《涅槃经》 还有《大智度论》 这些当中有一些佛的功德 其中按照《大智度论》的意思来讲的话 平时我们在《乳中理》里面 学到的这个实力 稍微有一点差别 什么样呢 他的实力有一个叫做坚固力 他的智慧很坚固的 然后大慈力 大悲力 就是慈悲的慈 还有什么精进力 禅定力 智慧力 不厌力 没有厌倦的力量 然后无声忍力 得到无声法忍 还有解脱力和无碍之力等等 应该无碍之力 大概有十个力吧 那么这个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十种力 还有四五位 我们平时的断证功德方面 讲四五位吧 但是按照《大智度论》的观点来讲 文持无畏 听闻受持没有这个畏惧的 然后解脱无畏 断除障碍 解脱方面没有任何的畏惧 还有畜中无畏 畜在大众当中不害怕 我们讲考或者背考的时候 不会发斗 有些人好像手里拿着法本的时候 一直这样 但得了四五位的人 不可能有 还有大难无畏 回答难题的话 不会有畏惧的 不然有些人不敢接受别人的提问 不能问 不能问 有些人一提问以后就生气了 啊 你们是不是刁难我 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其实如果能回答 最好不要生气吧 当然提问当中有些也有一些刁难的 这个应该也看得出来 有些经论当中也是讲的 不应该回答的有几种 有一种是明智顾问的 也没有必要给他回答的 有一种他没有疑问 没有什么疑问 但是装着有疑问的 有些故意想给你刁难 就这样的疑问 所以有些问题你不回答 或者你跟他用翻问 接问 有这样也稍微好一点 当然有些确实是有疑惑的 有回答的话 那就应该回答 当然我们一般人 可能都比较紧张吧 就是有时候我也是 有时候不回答也不行的 要回答的话 就看这个人 到底给我提出来什么问题 因为讲一堂课比较容易 提前都是你可以想讲的 你懂的地方讲 不懂的地方 你就可以绕过去 或者是跳过去 就是这样的 但是别人提问题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没有给他回答的话 大家都知道 噢 这个人肯定要么是不敢回答 要么不会回答 要么是不想回答 他会看出来 所以问问题也是有一种挑战 但是确实是通过提问 打开智慧 或者是对别人的话 一个人的问题 其实很多人的问题 这也是很重要的 以前我们那个科学 经常安排一些时间提问吧 但是这几年提问也没有 然后讲考也没有 所以今年是疫情 比较我们的提问和讲考都是 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没有 以后可能再看吧 疫情好了没有 还没有好说 功力差不多是什么意思 真的啊 哦 太棒了 好嘛 这是那个 讲的四五位 不用害怕 对吧 不害怕 这个是一个 然后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那个大乘仪仗里面 讲得不是很好懂的 按照我们以前的 大乘经庄严论当中 以前也讲过吧 行为所舍的六种 还有证悟所舍的六种 智慧所舍的三种 和事业所舍的三种 是吧 凡是以对应圣口意来讲 有十八种与声闻 和缘觉不共的佛的特点 当然菩萨 这里面所讲到的十力四五位十八不共法 也有部分 相应的功德 然后通达三去门 关闭诸恶道 菩萨他会通达 打开三去的门 让无数的众生进入解脱之门 或者是散散去门当中 然后他会关闭 恶道散恶去的门 那么这个最主要的原因 以行持善法 和行持恶法的差别 善和恶的话 现在很多人认为 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善 自己不想做的话就是恶 恶 确实有善恶的差别 很多人都是表面上看起来 自己也认为是懂 但实际上自己也不懂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可怜的 我们以后应该 善和恶并不是你想就善就善 你想恶就恶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 像以前龙猛菩萨都已经早有讲过 我以前也好像营养过 善和恶道散恶当中说 贪嗔痴几毕所生也不善 无贪嗔痴几毕生也善 意思就是说 凡是贪嗔痴 还有贪嗔痴因法所产生的业 全部都是不善业 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有些是贪嗔痴 有些是贪嗔痴因法的 贪嗔痴因法的话 不一定贪嗔痴 比如说你贪心因法的一些行为 嗔心因法的 还有痴心因法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是 所谓的痴心就是一种盲目 不知取舍的 一种愚者的行为 但现在很多人就不知道 什么叫贪嗔痴 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 所以我想不懂 佛教的因果取舍的话 有些从来没有学过佛的人 我觉得是情有可原 理解的 但是已经学了佛很长时间 已经皈依了很长时间的人 还不懂什么叫做善 什么叫做恶的话 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要懂得善和恶的差别 接下来菩萨的功德 是这样讲的 就是等死众生 如是一致 平等地将所有的众生 看着跟自己的独生子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如果你对众生 特别慈爱的话 那众生对你也是很好的 你对众生 像父亲对孩子一样的话 那么众生也对你 尽之如福 所以《诸法集要集》当中也是说过 常乐请此人 不害诸有请 如果我们长期安忍 长期慈悲 慈悲都是还可以 但是安忍有时候是 尤其是众生的一些邪心 这个很难得 得一切众生 尽之如其福 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众生对你 像自己的夫君那样恭敬的 这样说明我们对众生 如独生子一样一丝同仁 一直这样爱护 可是真正行为当中的话 我们虽然发了菩提心 但是有时候可能没有一点的差距 全是像自己的亲人一样 来维护和爱护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按照《大乘经论》的观点 也应该要做这样的 而生五道是显其身 菩萨会特意转生到六区或者五区当中 天和阿修罗 如果我们转成一区 那就总共有五道轮回 那五道轮回当中 实际上是菩萨依靠原理来实现什么样 实现每个众生的身相都不同 他会顺应或者相应他们的身相来出现 地狱里面有地狱众生的形象来出现 饿鬼里面有饿鬼的 旁生当中有旁生的形象 我们人类当中有人的形象 所以还有我们人类当中 国王当中有对国王比较相应的人相 或者说屠夫当中 以屠夫的形象来度化众生 那下面讲 与度众生做大遗忘 菩萨是什么呢 因为他想度化无量的众生 而且做大的遗忘 他将来变成佛的时候 大遗忘 还没有变成佛的时候 其实菩萨也是了不起的大遗忘 菩萨处于生死三了重病 他经常处于什么样呢 生死轮回的离遇当中 但是他不会被烦恼所染污 经常三巧地治疗 众生的心理和身体各种各样的疾病 所以菩萨在我们人世间当中 可能会实现各种各样形象 有些相当于像医生 护士这样的方式来度 有些可能是一般的世间人 他用他的方法来治疗你的心灵疾病 现在这个时代当中 心灵疾病是非常严重的 以前有一个机构 他们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想 以前有一个 前几年吧 大概前几年的时候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统计的时候 全世界现在精神不健康 有这样的疾病 大概是十亿多人 我们七十亿的人来讲 十个人当中有七个人当中 如果一个人精神不是很健康吧 还有每四十秒当中有一个人自杀 也有这样的 现在人类精神上的疾病非常严重 这一点我们在座的人 不能认为肯定不是我 这些人可能是 这些七个人当中有这个精神上面 我肯定不包括的 不能这样的 也许我们自己 认为自己是很健康的 但是你如果去医院检查也好 你问心理这种咨询医生 在国外好多地方都是比较多 一方面看心病的人 这种医生比较多 一边我们身体的这种医生也比较多 因为我们人是身心组合的 身体不健康 你直接可以通过财照也好 尸体也好 也可以检查出哪里有什么 良心恶心的肿瘤等等 但是如果心里有这样的良心恶心 那一般都是不容易发现 尤其是现在科学方面的这些医器 根本测不出来我们心里的状况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确实是心里不同的 有一些 前一段时间我也跟大家讲了 有一些抑郁症也好 自闭症也好 还有强迫症也好 等等也有很多 还有一个病叫做躁遇症 狂躁的这种 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可怕的 我想跟大家也说一下 我们当中肯定不会有的 但是也不好说 我大概讲的话 自己也可以观察自己的相续 什么样的话 也就是说狂躁的话 我们一般心理疾病当中 一个是抑郁症 一个是躁遇症 躁遇症的话 可能经常莫名其妙地 自己有一种情绪出现 那他比较好的时候 特别积极 眼光 心里也是特别充满活力 但是如果已经发作这个狂躁症 狂躁症的时候 那可能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他想象的天马行空 什么都会想出来 做出的行为也会做出许多不可思议 一般平时他根本不会做出来的 很多的行为也会做出来 所以他一般愉遇和躁遇 在两种不同的态上 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在切换 因为欲语的话基本上是比较内向的 可能谁都不想接触 或者说自己总是想自杀 觉得这个生活没有什么意义 以这样的一种心态 而这个狂躁的话 跟这个一种不同的 他虽然可能会想到自己想自杀 也有这样的 但更重要的 跟周围的人带来很多的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的话呢 认为这个世界特别丑陋 然后认为自己跟牧族有关系的这些人 特别坏 坏到极点 甚至杀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些事情 本来是一个特别小的区区小声 但是在他的境界当中 非常地大 不断地扩大 这样以后自己的情绪 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一般这种遭遇症 确实现在很多人可能自己都认为 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可能的 我的心态 情绪是非常正常的 他自己往往认为 对自己是充满信心的 甚至自己做错的非常多的一些 过分的 超越的这些行为 他当场也是根本不发现的 过后他也没有什么后悔 还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那么这种疾病 现在有治疗的方法 也有一些药物的治疗方法 无力的治疗方法 还有心理咨询师 对他的治疗方法 当然这些也许可能有些是有利的 有些是不一定有利的 但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通过运动 磕大图 念咒语 我们以前也讲过 念不懂佛的咒语 还有莲花生大师的心咒 这些是很重要的 因为末法时代的时候 按照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 末法时代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 不知清明的许多疾病 这种疾病的话 直接伤害我们众生的情绪 那么如果念四行咒 或者自己磕大图的话 确实也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是一种念咒语和依靠其他的外力 还有我们平时自己禅定 禅修 通过禅修来 心静下来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还有通过无恶的智慧 观空性 这也是很好的办法 还有更重要的 祈祷本尊 祈祷莲花生大师 护法生 这样的话 自己的相续 可能会比较平静 比较平静 还有自己对自己 不要有恐慌 现在很多人本来都是那种病态 不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们一般跟以往不同的 现在很多的病类可能会 说出来了以后 总觉得自己有这个症状 包括我们有些发心人员也好 包括有些法师的话 有时候真的会不会 真正的矿造症都是不敢说 但是稍微有点接近的 因为今天这个人特别阳光 特别好 明天莫名其妙对周围的人 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负面影响 包括哭也好 闹也好 甚至身边的人怎么样哄都没办法哄 然后有时候不用哄 自己就好了 大家都是接受不了 不知道他今天是 大家很害怕 他又开始发了 但是大家又不敢送 嗯 只是指一下 嗯 意思就是他又发了 就这样表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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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男众当中少一点 但是女众当中确实也不敢说多 但是偶尔有些可能会真的有 这个时候也不用害怕 这是现在很多人都是会有这样的 以前好像07年的时候 有一个电视纪录片 后来好像获得了 暧昧的这种经养就得到了 那这里面叫做 遭遇症的秘密生活 还是整个遭遇症的一些过程 怎么会社会对他的起始 他自己的心理痛苦怎么样面对 其实我们人的情绪上有这些烦恼 就是不应该可怕的 这是佛经当中也是有 论典当中也是 众生的这种相续和烦恼 经常会需要调整 所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切换 自己要知道 我觉得自己知道 自己的错误也好 自己的心态导致的一些问题 慢慢慢慢自己调整 调整以后一定会恢复正常的 很多人心里的疾病 相当于是我们身体的疾病一样的 我个人身体的疾病得得比较多 心里的疾病没有得高 以前一段时间 我得过一个叫强制心机如烟 天天按摩 我们有一个师父 现在在那边宫地发心的原生师 他都给我按摩了三四年 每天下午都是给我按摩 但后来慢慢慢慢都好了 身体上的有些疾病 它也是阶段性的 它不会 也许可能不是很严重的话 不会死的 那心里的疾病也是一种阶段性的 因为众生的业力是各种各样的 有时候确实会入于心病 这是阶段性的 不会长期的 那这个时候自己也要祈祷上师 这样的话很好的 尤其是现在有一种叫做 什么我们经常说的话呢 就是那种双重人格 或者多重人格 这个是有的 以前好像九十年代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美国人 确实是他的身上有二十几个人的性格 有些是英国人的性格 有时候是英国人的 有时候是其他国家的人 而且这些人的年龄 他的生活方式 包括服饰 身体的轻重 完全都是不相同的 他每天都是不断地切换 今天我就变成英国人了 明天就美国人了 后天就变成一个男士或者是女士 后来全世界还是很出名的 因为这个原因写成什么小说 电影 电视就很多 但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情况 一个人 我们说的话可能是他的身体当中 比较适应如不同的众生 那些还没有得到节省 没有得到节省的时候 他们在他的身上有各种不同的表演 这也是好像现在藏地也有个别的人 一会儿变成女性 他就完全是一个女性的生活 再过一会儿变成男性的 有这种 虽然他的身体没有这么变 但是他的心态 包括声音 整个爱好 状态 全部都完全都是截然不同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人的心态有时候会有变化的 有变化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 不要直直点点 哇 这个人太坏了 其实很多人自己也不会想自己特别坏 但是因为烦恼的束缚也好 业力的控制也好 有时候可能阶段性地就产生一些烦恼 但再过了一段时间 也会恢复正常的 所以我们不管是遇到生病的人 还是遇到有心病的人 都应该以慈悲心来维护 尽量地去理解 到一定的时候 每个人自己也会找出最准确的路 所以我想我们这些佛和菩萨 确实是知道众生的心态也好 他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疾病 而且对他们也会相应地 给不同的药 所谓的对症小药 他这里说是因病与药 宁得复兴 用力生死 这些菩萨 因为不同众生会对症小药 然后这些众生服用以后 所有这些暂时的身体和心灵的苦恼 慢慢慢慢解除 最后永远离开生老死病的波涛 汹涌蓬勃轮回的苦海 最后会永远离开这样的 然后说是 岂有闻之 无不解脱 那么这些菩萨的名号 包括观世音菩萨也好 大势智菩萨也好 文殊菩萨 他们的这些名称 他们的圣号 谁听到的话 但无有不解脱的都会得到 得到什么呢 得到解脱的 都会得到解脱的 所以我们听到了地藏菩萨的名号 听到了观音菩萨的名号 听到了大势智菩萨的名号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这个意义不搭的一样的 听到了一个世界名人的爱因斯坦的名称 跟文殊菩萨的名称一样的 可能有些人这样讲的 但爱因斯坦虽然是一个科学家 他对人类社会 现代来讲还是有一定的贡献 但是他不一定有 他的多生累劫当中积累资粮 然后对众生如此地有利 如果是阿弥陀佛和文殊菩萨 确实从长远来看的话 我们的自相续当中 有种下不共的善根 所以文佛弥画有许多的功德 当然这个唯一佛教徒 他就明白他的因果关系 其他的现在世间上的人 要眼见为师 只要眼睛看到的才能承认 如果看不到 他不一定承认 但是这种逻辑 实际上是靠不住的 因为我们肉眼能看到的 我们的耳朵能听到的话 在整个万世万物当中 非常的鲜少 包括我们的天文也好 地理也好 世间的空间也好 这些都是根本没办法的 更何况说是我们心灵的 无始以来轮回的流撞过程 将来一直不断地 去漂泊的这种状况 所以这些我们应该 非常细致的智慧来去判断 去分析 具足如实无量功德 这些菩萨要具足如实如实的 无量无边的功德 吸尘供养过去无量佛 他那个吸的话没有也可以 因为现在可能有些小说 有些里面经常说吸尘嘛 但实际上是原来的文当中 曾供养 曾就应该可以的 他们这些菩萨曾经供养什么呢 供养过去的无量无边的佛陀 那么他们还有什么呢 明见佛心 知如来长 他们完全按照《宝讯论》里面讲的一样 自己的佛心都已经明见了 都已经明信见信了 同时他们也了知什么呢 如来长对每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从凡夫位一直到成夫之间 都是入入不动的 以前是怎么样 后来也是怎么样而存在的 而且这个道理 常说众生 尽有佛生 这个常说众生等也不用 因为我这里的这些 不是随便盖的 都是按敦煌和藏文当中对照的 这两个对照 可能以后我们会弄出 最可靠的一个本本 而且自己具足如来藏的道理 要经常给众生宣说 众生宣说什么呢 每一个众生具有佛心如来藏的道理 这个就像《涅槃经》当中也讲 佛心不可思议 然后佛法和圣报 也是不可思议 一切众生习有佛心也能了知 也是不可思议 讲了几种不可思议 我们相续当中有佛心 确实是凡夫人没办法所想的 然后佛和法和圣报 也是不可思议 佛法身不可思议 还有一切众生具有这个佛心 实际上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道理 佛陀在最后《大涅槃经》当中 也讲得非常清楚 我们学过了部分的《宝心论》 以后如果没有试的话 我们以前发言过的这些经典 一定会是讲完的 只不过我们什么时候 包括《宝心论》 还有《冷眼睛》 还有《论语》 还有什么 其他没有 《入宙论》没有开头 还没有开始 然后我们讲 这一项讲了这些菩萨的功德 那下面具体哪些菩萨呢 首先是名誉文殊斯利菩萨摩霍萨 文殊斯利菩萨的功德 我们八达菩萨传当中也说了 其实文殊斯利菩萨的 最主要功德就是他让三十诸佛发心 包括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 以前《心地观经》当中也说了 文殊斯利大神尊三十诸佛一位母 他是三十诸佛的父母 可以因为让他发心 就是这个意思 让四方如来处发心 皆是文殊教化力 就是说文殊菩萨让四方如来 最初让他们发心的 所以文殊菩萨 摩霍萨的功德也好 他的力量确实也是不可思议的 文殊菩萨经常大家都知道 他所在的地方就是五台山 我们那个四大名山 实际上真正佛经里面有手机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五台山是最重要的 当然其他的也有不同的 包括地藏菩萨也好 还有普贤菩萨也好 还有观音菩萨都有不同的历史 但是在佛经里面有记载 五台山在《华严经》当中 以前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 经常引用的有一个《华严经》的教证 东北的地方有一个菩萨的住处 那个叫做清凉山 过去诸菩萨经常住在这里 现在叫做文殊斯利菩萨 他有一万个眷属 给他们常为说法 所以《华严经》的教证 后来有一个叫做智拉佛教师 这里面应用了 有一个藏族人 他翻译成藏文 当时我也是用在五台山之当中 文殊菩萨确实功德也非常大 如果我们有机缘的时候 还要去五台山 我本来想是一七年的时候 算是三十年已经圆满了 在清凉山念《普贤行愿品》 结果有个老花生不让我念完 不让念完 后来看到那个缘起可能会好的 以后还要去 因为我本来想是好好地回向 以后好好地修行 但是后来还继续可能做吧 这种缘起还延续下去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 也去看看那些老花生们怎么样 这里还有顶光菩萨 摩合萨 后面的摩合萨 暂闻和东方当中都没有 我们以后没有的话可以 只有文殊菩萨前面有摩合萨 其他都是讲的菩萨 我们《维木截经》当中都是讲菩萨 中间的都没有讲摩合萨 这里面大概有十几个当中 大概九个菩萨 在《维木截经》当中也是出现过的 这样的话 首先是顶光菩萨 顶光菩萨的话 有些菩萨是不认识的 可能下面有很多佛 过去或现在佛或未来佛 有些很多都不认识 还有很多菩萨也不太认识 所以我们到时讲的时候 只有念他们的名号 这样来 但是我们觉得 比如说顶光菩萨 龙速菩萨 这些菩萨 佛的名称和菩萨的名称 还有声闻阿罗汉的名称 还有非常著名的这些高僧大德的名称 以后很有必要 做佛教诸物菩萨名号的词典 上面可以有英文的 可以有藏文的 有汉文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照的时候 很难照出一个真正的文字 真正的名称 比较出名的 比如说舍利兹 阿难 目犍连 弗洛娜 这些都是比较知道的 但是不是那么出名的 这些知佛菩萨的名字 我们可能也会要做佛菩萨的名号 这样以后可能我们懂藏文的 懂汉文的 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包括英文的有些名称 我看到英文的有些名称 好多都是要么藏文翻出去的 要么藏文翻出去的 但有些也可以 用他的意思翻出去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做的一个是词典 这个词典还是很重要的 作为佛教徒有必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我们现在觉慕这边 他们都是做五不大论的词典 比如说中观的词典 他们只是可能做藏语的 但是我们很有必要 藏语和汉语以后可能会要做 但做的话可能工程量比较大的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这边做密宗词典的编辑师 我今天看了一下 他们做的好多地方 现在可能还不信 比如说有一些解脱之间 空性之间 其实这些是一段长长的句子 这个不叫词典 我们这里的切的时候 好像词举切的并不是很好的 当然刚开始我们这样造 其实我们去年都开始了 但是中间因为疫情的原因 和各种原因就停下来了 以后我们要做的几件事情 一个是我们已经翻译出来的 论典和经典里面可以造出词 还有以前的大德们 希望我们在座的 我今天一起跟大家讲 单独给他们开会的时间没有 所以有一些发心人员 这是有个开头 没有结尾 这样也不好 而且我们还要做的什么呢 先在《大藏经》当中 比如说《密集金刚》也好 或者说《时序和信序》里面 汉文的《大藏经》当中 有藏文的《藏文》 那么这个能对照 对照的过程当中 里面的词现在暂时要造出来 照的时候不要用长长的句子 就是学字典的时候一定要 要么它的名词造出来 要么形容词造出来 要么动词造出来 包括有些复词 我们不是原来学语文的时候 是诗词和许词的差别 我这些词是到了甘子才学的 诗词和许词 而且我的笔记本还有 许词的部分 你们就不能照 我看到解脱之间的话 解脱和中间之间 那个字是许词的 所以你一定要切断 那么先把名词的部分放出来 然后动词的部分放出来 然后以后怎么样组成 其实字典的话 他们有些是语文字典 有些是百科字典 还有些是转科字典 我们如果用的是密宗的转科字典 那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 一定要用它的逻辑和规则来 如果你不懂规则 光是把所有的词句这样的话 那它的词典的质量 肯定是不好的 其实一个文化要存在的话 一个是词典 词典学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现在来讲 网络上的传播 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以后 包括有些发行人员 刚开始学嘎嘎嘎嘎嘎 哪都编词典的距离 还有有点远 就是 那么你把这个嘎切掉 还是卡切掉 我们这里嘎嘎嘎嘎嘎都不懂 还要参加这个辩词典 发行还是可以的 词典学是一个 国际上是很深奥的一种知识 如果这个知识的基本道理不懂的话 辩词典不那么容易 所以以后可能 我们要各方面去研究吧 我希望有些 比如说你找出来 现在《大藏经》当中 很容易诉说吧 比如说密宗的某个论典 因为我们看到《大藏经》里面 很多的藏文当中叫虚部 然后汉文当中 《大灌顶经》 或者《金刚顶经》 其实这些经全部是虚 藏文和汉文两个对照的话 那我们一个人能找出 比较适合的这个辞典的话 可以找出一部分 然后这些以后在电脑上处理的话 现在跟以后不同的 应该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懂双语的 或者懂几种语言的这些人 你们参与也是很好的 但参与的话一定要做一点事情 不然光光明 我们叫做密意徽章 光是这个 或者是骨吻 这样的话 骨吻太多了 也没有用的 对吧 我们也骨不上吻 是吧 骨得上就吻 骨不上吻 这样的 然后下面讲 这是顶光菩萨 还有龙素菩萨 就是龙素菩萨 龙素菩萨的话 我们应该中观的龙素菩萨 因为它是 净土宗来讲 应该说第一咒是龙猛菩萨 龙猛菩萨是 就是特别的特别的 特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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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以前学中观的时候 我们先把龙猛菩萨的手菩 因为它是在 手冷言经里面有 手冷言经当中 我也查了 实际上是原来最早的时候 应该是南北朝的时候 菩提牛之所翻译的 《树冷言经》里面有龙猛菩萨的教证 说是 什么欲难大国中 有大的比丘 然后名就是龙猛菩萨 能破有无间 首先是南方的国土当中 有一个具得的比丘 这个名字叫做龙猛菩萨 他能破有和无得见 什么为人所我法 大乘无上法 争得欢喜得往生安乐过 龙猛菩萨的手机应该是 菩提牛之翻译的 菩提牛之是我们前面的 南北朝时候的菩提牛之 不是唐朝的时候 唐朝的菩提牛之应该翻译《华严经》的 南北朝的菩提牛之 翻译《宝性论》的 那个是比较早的 现在应该有一千五百多年左右 就是我们贪乱大师 贪乱大师当时在五胎生出家 后来他就造《寂寂经》的注释 这个时候 当时他就生了非常严重的病 想获得长寿 最后医治了一个道教的师父 然后他就自己认为 已经获得了长生不老 有一次遇到了菩提牛之 然后在菩提牛之面前炫扬 就是说 我们道教有这么长生不老的 你们有没有 然后菩提牛之当时把《观经》 还有《往生论》交给他 说你是暂时的一个长生 实际上真正的长生不老的话 就是佛教当中有 给他讲了一些净土法门 后来贪乱大师 被他已经吸引住了 他就开始造《往生论》的注释 然后开始弘扬《观经》 弘扬《观经》后来 他就在他的经线当中 见到了印度的圣者 说是一个圣人 这个圣人说我是龙猛菩萨 你将来往生极乐世界 后来贪乱大师往生的时候 也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瑞相 确实是往生极乐世界了 后来那个皇帝给他立了碑 然后开始他的《观经》 和《往生论》的注释 在汉地作众弘扬 我觉得那个皇帝是不是两无地 也许可能是两无地 因为两无地在那个时候 确实是推广俗世 解放生 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 为什么呢 一般来讲我们看历史 世间当中很多的国王和皇帝 他自己存活的时候 他的精神弘扬得比较不错 一旦他离开以后 基本上执行他的命令很少很少的 但是两无地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时间 在整个汉地 不管是寺院 还是在家的佛教团体当中 一直是俗世为主 这个精神到今天无地还能维持 这个确实是不可思议 如果没有一个大菩萨的发愿力 他当时可能全国上校 都是会俗世为主的 但是到后来也不一定的 所以有时候看来 确实这些高僧大德也好 大成就者精神的传播 可以说传到千年 一直言言不虚 非常不可思议 所以我刚才讲到的龙猛菩萨 其实对汉地应该主要是 可能净土方面的因缘比较受伤 藏地中观的思想传播比较多的 不管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他是真的欢喜地 往生安乐格 最后是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 净土法门 确实汉地也是弘扬得很不错 包括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当时好像善道大师 他在汉地 净土当中是第一族 也可以算 龙猛菩萨如果第一族 他是第二族 他在当时唐朝的时候 好像当时西安的人都不太多 但是他提倡这个蔬食 整个屠夫最后都是 因为全部人都吃蔬 然后屠夫的生意都不好了 有一次屠夫拿着刀 开始到善道大师那里去拼命 这个时候他又看到了 一些极乐世界的景象 然后放下偷渡 往生净土 也有这样的 所以像善道大师 也真的很了不起 他当时观经的道理 他就解释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以前讲过没有 我们这个观经当中 后面都是讲九种往生法 九品往生 善道大师特别的观点 他认为 九品往生 三个上品往生 是大乘的凡夫人 然后中品的话 中上 中中 中下的中品三生 实际上认为是 僧文成的三种凡夫人 然后夏品三个往生 实际上他认为是最深重的凡夫人 其实这九品往生 都是凡夫人可以往生的 这一点 我想通过观经来学习 也应该大家都有信心 我们都有希望往生 不管是小乘也好 大乘也好 或者业力深重的话 我们其中应该是包括的 所以我们都有这种希望的 所以龙猛菩萨是这样的 龙猛菩萨 然后观世音菩萨 我这些其他菩萨 我这里就不说吧 大家应该有些认识的 观世音菩萨也是大家都清楚 然后大狮子菩萨 然后妖王菩萨和妖伤菩萨 这两个也是以前专门有一个经 叫做《妖王菩萨》和妖伤菩萨经 这两个菩萨的名号 听到遣除一些疾病 还有不多恶趣 也是功德非常大的 还有普贤菩萨 法自在菩萨 法自在王菩萨 《四字呼菩萨》 《四字呼菩萨》是在涅槃经当中 专门有一瓶《四字呼菩萨经》的 然后陀罗尼菩萨 宝藏常经经菩萨 他是为了利益自他 常常经经 不是今天很经经的 特别经经 晚上也不睡觉 我们有些刚刚出家 刚刚学佛的时候特别经经 但是晚上特别经经 白天一直睡觉 大瞌睡 法师讲课的时候 他开始做梦 他的美梦完了以后 也下课了 可以了 常经经菩萨 不休息菩萨 一直不休息 天天比较辛苦 然后《心相菩萨》 《心相菩萨》 我们下面第一卷当中会讲的 他的故事比较多 还有无声菩萨 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等等如是菩萨摩赫萨 这个摩赫萨 赞文河都有 三万六千人 这是菩萨 还有八十万亿的威力诸天 有八十万亿具有大的威力的天人 还有诸比丘 比丘利亚 有菩萨和有菩萨 还有天龙 夜叉 人 飞人等等 然后尸体欢迎 尸体欢迎是第十天 藏文当中还有梵天 东方当中没有看到 然后藏文当中 尸体欢迎就是第十天和 还有梵天 以及无量的天人 在空中降下宝天花 珍宝的天语 然后无量的音语 也是自然作响 自然发出明妙的声音 然后这里 凡摩三摩天 汉文当中是翻天的意思 但是藏文一发有点不同 这个汉文跟东方的禅本一样 它整个凡摩三摩 好像是第十天的名字 但是藏文说 凡天以三摩拉的天相来 供养如来 所以藏文的解释 跟汉文的解释 稍微有点不同 那么这个三摩 按照藏文的意思 好像他是一个天相 天寻相的一个名称 这样的 因为凡天拿着三摩拉的天相 然后他就开始寻 或者供养如来 这个意思 那这里凡摩三摩 凡天他烧妙天相 供养如来 这个不同的可能译法吧 当时不知道凡文当中是什么样的 这个意法有点不同 其他都基本上 他们的这种寻相的眼 遍及于整个十方无量的世界 愿他们同等供养十方的一切佛 还有供养十方的一切法宝 还有供养十方的一切大僧众 或者是大菩萨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诸天这样供养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供养诸佛 为求大乘无上之道 也就是说 这么多的天花和 这么多的天相供养诸佛 为力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威尼斯 如果下面更好解释 藏文当中是这样的 所有的天人供养佛陀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求大乘的无上之道 这样来解释就比较好懂 那么这个时候 世尊和无量无边的众生 前后都围绕着 因为当时佛陀无量无边的众生 大众有佛 菩萨 还有声闻阿罗汉 比丘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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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天飞坛等等这么多 那么他们围绕着佛陀 佛陀发向所罗 佛陀前往所罗树 今天讲到这里 佛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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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